美国再次在朝鲜问题上向中国施压 重申希望同中国联手遏制朝鲜核计划 但是警告如果失败的话 可能对第三国诉诸制裁 以迫使朝鲜放弃核子武器 外界认为第三国指的就是朝鲜的经济后盾中国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指出 同朝鲜对峙是美国当前面对的最紧迫挑战 但是美国不准备越过三八线攻击朝鲜 他表示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强度 不足以迫使朝鲜就范 美国为此准备根据朝鲜的行动追加制裁 他也表示如果中国不愿意牵制朝鲜 美国将制裁同平壤有生意往来的第三国企业 我们看到人们在逮捕这些制裁 我们会聘用你 我们会请你照顾它 如果你不能照顾它 或者你不愿意照顾它 为你的身体的政治理由 我们会照顾它 朝鲜国英媒体则罕见指责中国 随着美国的调子起舞 同时警告中国批评朝鲜核计划 将会带来严重后果 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回应时指出 朝鲜近期的举动 对两国缔结的互不侵放条约构成威胁 并强调中国不容许东北地区被朝鲜核试验污染 中朝近期互批 显示两国友好的关系已经发生变化 不过外界相信朝鲜上个月没有进行第六次核试验 是因为中国施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国言人的声称